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开派对很多煎炸食物 不如试下做个普罗黄丝炖菜 洋葱切粒,蒜头切融 把红黄椒切到顶部和去纸 放入190度烤炉,烤至软身 取出后,去皮和切小粒备用 在锅中加入牛油,开小火煮熔 然后加入洋葱粒和蒜蓉 拌炒大约5分钟至洋葱变软和有香味 设计大火因为会烧焦洋葱和蒜蓉 加入红黄椒,茄酱 炒匀后加入鸡汤 然后加入月桂叶和百里香搅匀 盖上锅盖 开中火煮至气门跳动 看到气门跳动之后 就可以转小火煮15至20分钟 煮的时候都要保持气门跳动 熄火之后夹走月桂叶,略为放凉 然后用食物搅拌器,搅成浓汤 将蕃茄和脆肉刮切片 茄子切片后,放入水中浸住 以防它起瘦变黑 在另一个平底锅中 铺上刚才已经煮好的蕃茄酱 再一圈圈铺好蔬菜片 在蔬菜面上,塑上薄薄的橄榄油 然后放入已经预热的焗炉 180度,焗20分钟 或软身 就可以在焗炉拿出之后 撒上芝士 再放入焗炉 焗多5分钟 或者至表面金黄 这样就可以了 绿色分享 对待我们的影片 可以点个小铃锁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资讯和影片 冰